來 這邊問一下順便說 聽說有一個藝人 買豪宅 搬了新家 他沒有拜家神 結果還卡到陰 他非常有名 其實我講了他的故事之後 你大概知道是誰 為什麼呢 他也拍戲 他也有很多的代言廣告 然後他也有主持節目 現在很多都是全方位 然後這個女藝人 為什麼跟他熟 因為我以前 他有得金鐘獎嗎 因為這樣就刪去了 一大部分了 這個女藝人 其實之前大家都知道 有些藝人她家境不好 小時候其實生活蠻困頓的 因為經濟基礎不好 所以她進入演藝圈之後 她真的蠻努力的 所以也很省 所以主持 代言 什麼這些之外 她還會去投資 比如說開餐廳 做一些副業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她希望趕快買個房子 讓她跟媽媽可以一起住 因為她從小到大 都是跟媽媽相依為名這樣子 好不容易有一年蠻風光的 因為她很紅 所以其實她做什麼 蠻多藝人 蠻多記者會知道 她就買了一個千萬豪宅 好就開始裝潢之類的 那其實她也是蠻開心 跟大家分享說 她現在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也住進去了 都蠻不錯的 之後就有記者朋友 因為我們在閒聊 就有人跟我講說 盛美姐妳知道嗎 那個誰誰誰 妳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 什麼事情都知道 他說妳知不知道 那個誰誰誰 她有被人家包養 我想說怎麼可能 因為我跟她蠻熟的 我比較了解她的個性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說妳聽誰講 他說圈裡面都在傳 都在傳她怎樣怎樣 講得很難聽 那我也不可能去直接問那個藝人說 人家講妳都被人家包養對不對 我不可能這樣 我想聽聽就好 再隔一段時間更可怕 因為也有一些其他的藝人 私底下在聊天 跟我聊天的時候 人家都在講 妳不是跟那個誰很熟嗎 我說對 我是跟他很熟 就那個女藝人 人家說他好像吸毒 我說你亂講 你怎麼會有這種消息 他說可是前陣子有狗仔拍到他 因為他從他 因為你知道藝人都是這樣 有時候你買了豪宅或什麼 買了家大家都會知道你住哪 難免 指標型豪宅大家知道 他說他出門 然後被拍到的時候 就整個人看起來很糟糕 就是整個這樣沒有睡醒 然後臉也凹進去 所以有人就說他就吸毒 然後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主持的時候 一直在恍神 該到的時間沒有到 會遲到 然後牌子也記不住 然後我就想說 他有這麼糟嗎 那我就很常沒有聯絡 大概我聽到這個消息 大概隔了一年 因為我偶爾也會接一些 就是可能藝人的代言的活動 我會主持 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個公關公司說 我們這次又有一個品牌的活動 你來主持這樣 我一看不得了 知道 就是這個女藝人 可是他已經一年多都沒有出現了 你知道 第一他的那個 因為這中間還涉及到 他被他的經紀公司告 那大家都知道 一旦你被經紀公司告 你很多的工作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暫時冷凍 因為正在打官司 我想說 很久沒有看到他 所以他就有話題性 所以那一次 這個就是活動滿成功 因為我看到他的時候 嚇死了 因為之前狗仔拍到他的時候 就是整個眼睛凹下去 整個人都很不好對不對 他那天光鮮亮麗 你知道一個人好不好 看他臉上的光看得出來 真的就整個人神采飛揚 你知道 然後那個代言活動 其實他收了滿高的 一個代言費 那個活動結束之後 我就找了時間跟他喝咖啡 因為很久沒見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也幫幫忙 我就說 怎麼前一陣子都講 你講得很難聽 因為我講得很直接 我說怎麼會有人講你吸毒 還有人講你被包養什麼 他說 聖梅姐 這些話我都聽過了 連我媽都來問我 他說一堆這種傳言 他說 你覺得我可能做這種事嗎 他說第一 沒有這些事 我的確跟我經紀公司不太好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就說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一年辦以前 他說買了豪宅之後 他就很開心 跟媽媽就搬進去 然後之後 奇怪 第一 媽媽的健康就不太好 其實他媽媽還滿年輕的 也沒有什麼 什麼特殊疾病什麼 就媽媽就一次 就在那個房子裡就跌倒 一跌倒 那半年幾乎都起不來 所以他又要請看護 又要什麼 那你想想看 媽媽狀況不好 其實就影響他 然後他就發現 他自己睡不著覺 你知道藝人有時候日夜顛倒 所以睡眠不好 是藝人滿常有的一些 職業的問題 可是他覺得他非常嚴重 他經常會睜 眼睛一直睜到天亮 完全睡不著 可是他說 他以前沒有睡眠的問題 他就覺得哪裡怪怪 然後再來莫名其妙 他本來談好的代言 結果隔一段時間 經紀公司人家要找別的人 人家比較便宜 所以代言被搶走 代言被搶走 工作也出狀況 然後最後是 他的經紀公司來告他 因為他們有一些合約糾紛 所以合約糾紛 有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是不是很多的活動 就不能去了 然後本來要接到戲 也接不到 所以是不是狀況 就越來越糟 於是就惡性循環 他就更睡不著 然後他說他好不容易 那時候有一部戲 是要等到拍完 就已經拍了一半了 他說那一次有一場戲 是要到山裡面的 就是一個 夢阿波的外頭去拍 白天 導演都講好說 一大清朝六七點 我們裝畫 就趁白天的時候去拍 他說那天超不順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站上去 要不然就話講不出來 要不然等到第二次 導演說沒關係 因為太早出門 你再來一次 其實瑪莉歐拍戲 你都知道 如果那天狀況不好 真的很糟糕 他說他一直沒有辦法拍 後來他就想到為什麼 他說他一直聽到 後面那個草叢裡有人在講話 他就覺得 你們現場是怎麼搞的 你們沒有去靜音嗎 是有人在旁邊 是不是看人家拍戲 可是想想不對 這裡是夢阿波 不太有行人會跑來跑去 那後來他那天的狀況 不好到 拍到太陽快下山 導演時代 你也知道 你會浪費所有劇組 而且他們都說不能再來了 要不然你就 就幾句台詞 你是怎麼回事 到最後大家都你知道 都覺得你怎麼回事 後來勉強 最後一次把它拍掉 導演就說 我知道你今天狀況真的不好 其實你剛剛的那一條不行 是不行的 但因為所有人都跟我抗議了 因為天也要黑了 所以我今天就放了你 我也只能這樣 他說他都快哭了 因為他畢竟在這個圈裡 有一段時間 而且他那麼有名 如果導演都跟你講說 你不行 他心裡真的很難過 他回家連妝都沒有謝 他說他呆站在那個鏡子前 三個小時說不出話來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他幾乎沒有睡覺三天 因為他躺在床上就鬼壓床 躺在床上就鬼壓床 他說他後來到最後是 一直哭 一直在哭 後來媽媽看到他就說 你怎麼會這樣 而且很短的時間 我們才搬進來才幾個月 大概半年吧 工作也沒有了 現在被經濟公司告 你怎麼搞的 你整個人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然後他們兩個就商量說 還是媽媽比較你知道 比較了解 為什麼 媽媽就說 女兒 你不會這房子有問題吧 糟了 因為聽起來跟他怪怪 可是女兒說 不會 就大家推薦 這個就指標型豪宅 我們地段又很好 不太可能吧 媽媽就說 你也有認識一些老師 要不然我們明天 就請老師來看一下 好不好 然後他們有認識一個老師 老師一進家裡面就說 你們家有髒東西 你都沒有感覺 絕對有感覺 因為媽媽身體不好 跌倒之後 血壓高 血糖高 什麼都高 現在狀況也沒有很好 更不要講這個藝人女兒 一塌糊塗 可是他們就問老師 問老師說怎麼回事 是這裡面本 因為這是新房子 他買的是新的 不是舊的 老師就講 他說 你搬進來的時候 你有拜門神床母嗎 我也是聽這個藝人講 我才知道說 有要拜門神 這個我也不知道 然後床母不是小 寶寶 就是我生小孩的時候 我婆婆有跟我講要拜 床母 免得小孩拍油漆 老師說 那你的觀念只有一半 床母呢 因為床母代表是 她守護睡在床上的這個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拜床母 你是不是睡著的時候 所有不好的東西 都跟在你的床旁邊 它其實是幫你擋掉 不好的磁場 那你現在連拜都沒有拜祂 所以你是不是晚上睡覺都 你會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你常常睡不好 有各種聲音什麼什麼的 這第一件事 再來第二件事 很多的觀眾朋友 你竟然不知道要拜門神 對不對 門神是什麼概念 家裡的守護神 這個藝人 有時候去醫院拍戲 有時候去夢阿波拍戲 我講難聽 在攝影棚都有髒東西 請問你回家會洗個艾草嗎 你不會 你回家會特別拜拜嗎 你不會對不對 可是你一進家門 你的門神沒有幫你鎮住 也就是沒有鎮宅的功能 所以她說 你家像那個粽子一大串 她說這樣子一直干擾你 所以你看媽媽的身體也不好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沒有拜門神 什麼床母都沒有拜 好了 現在問題來了 我這個豪宅 我花了幾千萬 我才住進來半年 你現在叫我搬出去 然後重新再拜 不可能 有可能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現在怎麼辦 好 那老師剛剛講說 其實很多人都跟你一樣 就是不知道 我們搬新家 我們要拜門神 平常又要拜床母 那怎麼辦 這老師就說 我建議你 台中有個心平福德 那個福德證神詞 那這個地方呢 他們會辦一種就是 家神祈福法會 我還是這個女藝人跟我講 我才知道 有家神祈福法會 她說對 她就是特別針對 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 觀眾朋友 你住在這個房子可能很久了 或者是就像馬力歐 長期租房子 也忽略了要拜地基主 要拜門神 要拜床母之類的 那怎麼辦 我們又不可能 重新買個房子 重新進來一遍 但沒有關係 這個家神祈福法會 是幫助我們大家 可以一次祈求到 土地公 有沒有 這很重要 地基主 門神 床母 還有一個剛剛老師講的 造神 這五個是不是都是你的家神 可是這五個其實是守護 你全家人的運氣 福氣 健康 有沒有 家裡有一些老人家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病奄奄的 或者是你知道 就是一直沒有力氣或什麼 有沒有可能就是家神 你沒有去拜 所以沒有守護 她這樣講 我覺得很有道理 後來這女藝人跟媽媽 她就趕快參加這個祈福法會 她跟我講 她說 我跟她聊的時候 她是不是有個代言 我就跟她講說那你現在 她說我告訴你 我去那個祈福法會回來 一個月 我跟我經濟公司的那個官司 我們解決了 因為一旦解套 她就可以跟新的經濟公司合作 她說聖美姐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代言 就是我新的經濟公司 幫我那個 就是簽了這個線 然後我現在有兩部戲 現在馬上要拍了 我就不方便講誰 因為妳說有沒有得獎 因為我一講 妳應該知道是誰 非常好 所以現在賺的錢 是以前的好多倍 我覺得上次 因為她跟我講 所以我也去參加這個家神法會 所以我現在 因為大家知道 家裡老人家也是身體健康有問題 家裡有一些狀況 大家也知道 我最近所有的債 全部還光了 對啊 所以你有時候到外面 逢廟必拜 奇怪 你家裡的家神沒拜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 我今天這個故事講的 在台中 新平 福德正神詞 來喔 你馬上要搬新家了 你聽一下 我跟你講 你馬上要忘了 對 你整個臉都發光 對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個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